因为一场演讲搭起了知名炸击业者和台东孩子的书屋创办人之间的桥梁 选择回归台东来开分店 不但店内批用了八位书屋的孩子 店内的所得扣除成本之后的盈余也将全数捐给书屋 除了回馈社会也能够陪伴书屋的孩子们和社会来接轨 熟练的动作一举一动都充满着自信 和客人对答如流 很难想象 他们过去都是孩子的书屋里 不善交际的孩子 其实这次是因为跟顶呱呱合作 应该说顶呱呱开了店 然后他请我们的孩子 训练我们的孩子 然后经营这家店 然后他们的盈余会捐给书屋 我们是预计未来这边的鸡肉 这边的蔬菜跟地瓜会由台东来生产 但是总心有这样的度量 我们书屋也要准备好 所以我们还在筹备中 曾在台东展店的知名炸鸡业者顶呱呱 这次受到孩子的书屋创办人陈俊朗所感动 决定回归台东展店 并以书屋的大孩子当员工 帮助他们习得一技之长 解决就业问题 店内所得在扣除成本后的盈余 将会全数捐给书屋做公益 就是去年我们总经营去参加古论社 其实就听到陈爸演讲 然后他觉得顶瓜在这个本土企业 已经做了45年的 所以他希望可以回馈一下乡丽 那他觉得他可能台东这个区域比较需要这样 那也帮助一下陈爸这样子 然后我们这家店的那个盈余 就是就会全数捐给孩子的书屋 9年 陆续在做公益 那我们往接下可能会在花莲 就是在这两个点会先 顶瓜瓜希望透过这样的公益合作模式 建立社会良善的循环 未来也会陆续在花莲 及其他偏远地区 设置公益门市 真正做到取之社会 用之社会 记得潘俊伟台东市报道